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1年 3月26日 星期五 要跟大家說說血棉花的問題 一說到血棉花 大家也知道是屬於新疆 由新疆出產的棉花 因為是強迫這些少數民族 新疆維吾爾 維吾爾族人 迫害他們 要他們 集中營 或者再教育營 強迫他們的勞動 所以生產出來的棉花 或者中國很多時候就要利用死囚 去製作一些產品 令到 這些 產品 被冠上是一個 不易的產品 其實 以往 很多年前有部電影 李安納道主演的 叫做血鑽 叫做Black Diamond 血鑽 講述獅子山共和國 即是 現在叫做塞拉里昂 也可以的 塞拉里昂是一個軍政府的控制 他們 就是 國內的大使手刮鑽石 令到很多人 因為採摘鑽石而死亡 所以 這個國際社會就是抵制塞拉里昂 所出口的鑽石 所以就是稱為血鑽 不可以買的 是抵制的 現在新疆這個血棉花 其實那個情況 跟血鑽是不妨多樣 新疆人 是被大規模的拘禁 勞役 被剃頭 大家會在網上看到很多片段 就是一車一車新疆人 被人家 好像牛馬一樣去驅逐 真真正正 被驅不移 犬與雞 最近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加上歐盟聯合 對中國打壓新疆的問題 進行了制裁 當然 中共即時展開反制行動 就要制裁的歐盟 黨報也動手了 就是 在共青團 配合了 他們 發表了一個 我支持新疆棉花的運動 大陸的網民 大陸的網民 找回H&M和Nike 去年發表了 不用新疆棉花的聲明 使得 微博這篇文章 是我支持新疆棉花 變成熱門話題 很多中國網民都戰狼上身 大罵 H&M 要吃中國的飯 又要集中國的鍋 所以使得很多代言人本身收開錢 坐著坐耳代幣 現在不可以代幣了 現在只能割蓆 他們極速割蓆 而大陸的淘寶 天貓 京東 全部把H&M的貨品下架 H&M也跪低 只十分尊重中國的消費者 聲明原意是支持世界各地 棉籠採取更加可持續的種植方式 一直 並非直接從任何供應商採靠棉花 不代表政治立場 除了H&M Nike也在去年 有類似廷容新疆棉的聲明 微博用戶發現 Nike似乎近日封鎖了中國網民 瀏覽Nike 變相令到中國網民沒辦法看到相關聲明的內容 跟有人 翻牆用VPN發現這個事實 所以大叫要杯葛 也有大陸的網紅 燒Nike的波鞋 以事不滿 他們 就說 我已經把真的燒了 我穿的 都是假的 都是國產Nike 當然 大陸的網紅是在玩東西 這個叫做共青團發表的我支持新疆棉花 大家覺不覺得遲層相識 其實跟19年的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是一模一樣 他們派了一個特務 那個是一個國安來的 表面上就說來支持香港警察 實際上就引你們去動他 挑釁你們去動他 那群人 當中 已經有幾個被判進去坐牢了 今天掀起一場 又是有些明星 在微博那裏就是 在微博那裏就是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現在是誰打你 現在是香港警察打香港人 香港警察屠殺香港人 跟緬甸軍人屠殺一樣 現在 可以跟大家說 支持新疆棉花 等同支持香港警察 等同支持緬甸軍政府屠殺人民 等同支持納粹 等同支持 支持法勢斯 這群人 基本上是 黨指揮什麼就是什麼 即是大陸人 政治風向 他們好像狗一樣 鼻子很靈敏 一聞到政治風向 要倒向哪邊 他們就會倒向哪邊 他們 這次 全部壓住下去 總之共產黨要你廢誰就廢誰 共產黨要你追著那個人來咬 你就要 即時放下自己人的身材 就變成了狗 我們看到現在大陸的那種 真的變成了紅衛兵 或者義和權 再加上現在的小粉紅 其實他們 你看回是同一路人來的 只是DNA不斷進化而已 120年前的紅衛兵 以及 60年前的紅衛兵 50年前跟現在的小粉紅 愛國藝人 其實都是同一種型號 DNA是沒有改變的 不過他們服務的政權 是有一點改變的 120年前他們服務的是滿清政府 打著扶青滅羊 到了文革時候就以毛主席萬歲階級鬥爭為綱 現在就以愛國主義的包裝 捍衛領土完整 捍衛中國人的尊嚴 這次除了捍衛中國人的尊嚴 我們其實看到另一個壽影 就是大陸的網民 大陸的網民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真五毛 一種就是 幫手加速 因為你知道在大陸 其實 支持香港 支持新疆的聲音 是沒有辦法出來的 所以有一批人 其實他們好像我們 跟其他人一樣 也是玩反諷 甚至乎是跟你鬥左 只要把這個國家 推到極左 才有辦法使得他們 賭下 這個 政權往往是由內部瓦解的 所以 我們認為現在我們內地有很多的朋友 跟我們一樣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 幫他撥火 總加速師 就是習近平 而下面很多人 幫他一起加速 使得這個國家 加法崩潰 現在 我們認為中共其實比晚清更加不堪 不單是比晚清更加不堪 支持血綿花 就是支持 這個種族滅絕 就是反人類罪行 因為中共在新疆所做的勾當 全世界都知道 是中共恬不知恥 是中共拒不承認 將來一旦 國政權瓦解或者習近平倒台的時候 我相信 這些事情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人 而支持新疆棉花的人 你們 就要被釘在這個 恥辱處 歷史的恥辱處 因為你們 跟當年支持納粹集中營的人 是一樣的 你們不要告訴別人 你不知道 你無知是一種罪 無知支持獨裁者 去做一些 殺人的行為 做一些 反人類的行為 做一些種族滅絕的行為 因為美國國務卿前國務卿蓬佩奧 已經將新疆 定義為種族滅絕 現在 我們看到 歐盟 也忍不住要動手 就是因為問題已經很嚴重 證據就擺在眼前 當然中共仍然閉嘴說謊 其實中共 我們說了 他 上台 從來都是不乾子 槍乾子 現在 我們看到 他們 槍乾子覺得未必有用 因為槍乾子對付不了外國 歐盟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因為這些 槍乾子人比他更加強 所以他就改用不乾子 改用這些五毛 改用這些文書 改用這些謊言謊 去對付 西方文明社會 還有一種假消息 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一般都是以假消息迷惑 這個國人 我們經常提到這個湾南事變 1940年 新四軍 因為多番偷襲國民黨軍隊 所以蔣介石一直下令把新四軍全遷 而新四軍當時被消滅了之後 周恩來 這個混蛋 含家屬 出來哭褲子 裝了東西 然後 在幾份報紙出社論 《新華日報》 千古其冤 碗南事變 說 國民黨軍隊不抗日 只是用來剿共 把新四軍消滅 其實就反過來 是新四軍勾結日軍 騷擾國軍 中共 在40年左右都敢把這個黑港成白 顛倒黑白 把原告打成被告 現在的一模一樣 他自己散播假消息 自己製造假新聞 自己是一個 血腥政權 一個獨裁政權 一個屠夫政權 對於維吾爾人 在做 一個 反人類罪行 種族滅絕 所以 這次支持新疆血棉花的所有明星 所有的媒體 全部 都是參與種族滅絕 反人類罪 將來 是要清算的 是要全部追究他們的責任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在這裏 請 提示